安华被判入狱 明年领袖纷纷指责司法不公 认为这是一个不中立的审判 其中有个说法是 法官在宣判安华有罪后的半小时内 政府已经发出文告 促请各界尊重司法 联邦法院宣判维持上诉庭 裁定安华刚交有罪的裁决 并宣布暂时休停到1点重新开庭 来自马兴社转发的政府文告 时间显示为12点53分 政府发言人说 法官是在考虑所有的证据后 才做出他们的裁决 大马拥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 促人民接受以及尊重判决 从12点13分到12点53分 政府以文告形式做出回应 这个半小时左右的速度 政府是否应该解释 属于正常的回应速度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